那我們歡迎王燕傑為我們帶來打造以KVM為基礎的精簡虛擬機器管理程式 大家好 我是王燕傑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打造以KVM為基礎的精簡虛擬機器管理程式 那我現在其實還是學生 我現在是台大的志工系的碩士的學生 然後是洪四號老師實驗室的學生 然後那目前就是對於Linux系統還有一些系統軟體還有開放原始碼相關的一些議題是有興趣的 那今天我的議程主要會分為就是一剛開始我會先介紹虛擬機器是什麼 然後然後介紹一下KVM在這個就是在Linux 它是一個Linux核心很重要的一個虛擬機器的金屬建設 那我也會介紹一下KVM是什麼 然後最後介紹就是今天最重要的部分就是KVMhost這個專案 就是一個精簡的這個在透過KVM 基於KVM的一個Hypervisor的一個史作 那我先介紹一下到底什麼是虛擬機器 基本上就是虛擬這個詞就是相較於真實而已 就是真實可能就是我們我們現在看到這種實際上的那種電腦 然後那虛擬就是它是一個很類似真實的東西 但是它又它當然它又不是真實的 就是它就提供一個真實的一個感覺或是一個環境 例如說我們想說什麼虛擬實際Virtual Reality 或是這一類的詞我們就會用 就是會讓你看到很像真實的東西 可是它又不是真實 那虛擬化比較就類似說我們把一個虛擬的資源去做一些對應 它可能對應到一些真實的資源 或是或不一定不一定真實的資源 例如說像我們用一些軟體可能有可能它提供什麼Virtual Camera 它不見得會對應到真的CAMERA這樣子 那虛擬機器 那就回到剛才講的Virtual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類似真實 但它又不是真的東西 所以那Virtual模式就是它不是真實的機器 但它又是一個很類似真實的一個電腦的系統這樣子 那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我們對於講虛擬機器它又其實分為兩類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其實就是系統虛擬機器的部分 就是它就是在我們的一般電腦 就是它就在我們的電腦上 然後就是透過軟體 或是可能會有一些硬體的支援的方式去虛擬或是去模擬出一個 真實電腦系統會有的一些東西 它是屬於IFA層級的一個一個虛擬化 就是虛擬出一個IFA層級的一個介面 那IFA就是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的意思 就是就是一個硬體和軟體之間的介面 那另外一種虛擬機器是process virtual machine 就是形成 呃我是發現形成虛擬機器啊 就是呃 就是基本上它就局限於在 呃 系統上的那個 呃 一個process裡面 那個process裡面就是跑的就是 呃就是一個VN就是跑一個process 然後 例如像 Java Virtual Machine 或者是 Microsoft的打內 然後或是我們 現在Apple 現在他們出的 M1盡量有Rosetta可以去 呃讓我們執行 呃比較舊款的就是還 呃就是還沒有針對 UN架構做移植的那些 X86的 呃 MAC的程式 那 那我們今天討論就是 系統虛擬機器的部分 那 那我先解釋一下就是 這些名詞就是 我們常常聽到的一些名詞就是 就是 hypervisor就是 經常就是執行 負責管理和執行 虛擬機器的那個軟體 那 執行 hypervisor的那個作業系統就是 hostOS 然後 虛擬機器理念運作的作業系統 把它稱為 gastOS 那 那 基本上大家 平常 雖然說可能不見得 真的會 就我們平常用很多網路的一些服務 我們其實 其實 虛擬機器 虛擬機器其實在我們旁邊很多地方都會用到 像我們平常用的 很多網路的服務 他們其實是可能 加入在 一些雲端的供應商 那雲端的供應商 可能像是Google Cloud Platform 或是Amazon 呃 AWS 或是 Microsoft Azure 他們 就會 就是客戶會跟他租 一台機器 然後他們就會 在他們的機房裡面 啟動一台虛擬機器 然後把這台虛擬機器給 那個客戶使用 那有時候我們要想要在Windows上 執行Linux的程式 我們可能會用WFL 那基本上WFL 就是微軟 呃 出的架構在他們的Hyper-V 之上的一個 虛擬 呃Linux的虛擬機器 然後提高我們 Linux的一個 運作的環境 當然 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應用都可以使用到虛擬機器 那 那 那介紹完了虛擬機器之後 我現在 就是來介紹一下到底什麼是KVM 那KVM 它是Linux的一個 算是Linux核心的一個一部分 呃 基本上就是在Linux的 Source Code裡面 就有一個Virt的一個資料夾 裡面就包含KVM的程式嘛 然後 嗯 它是 呃 Linux核心模組的方式存在 或者是 你在Compile核心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 直接把它編譯進 Linux的Kernel Image 也有可能 那 那 那 KVM它基本上它就提供給 User Space一組 API一組介面 然後 讓User Space的程式透過 KVM 呃 的支援 它 KVM就提供了 呃 CPU虛擬化的部分 然後是透過 呃 可能會透過 呃像AMD或Intel 這個 都有提供硬體的加速的 一些機制 然後 KVM就會使用這些加速的機制 來 提供CPU虛擬化 讓Gave的OF可以直接 很安全的 直接在我們的CPU上面執行 很高效率的執行 那同樣呢 它也提供記憶體的 Memory的虛擬化 然後 基本上 呃 在早期可能 Memory虛擬化是用 Shadow Page Table的方式 做 但是現在硬體都有提供 相應的支援 就是它可以很很方便 讓我們在這個虛擬機器裡面 同樣也有 MMU的功能 就是 虛擬機器裡面 本身又可以做到 很高效率的 做到 Virtual Memory 那 然後另外 KVM還有提供一個 就是 裝斷控制器的虛擬化 這個也是 呃 在我們等一下後面要講到的 KVM Host會 呃 就是這個專案有用到的部分 那 那基本上 因為KVM它只提供一組API 那 如果我們要使用KVM 我們必須要有 User Space的支援 那 User Space像 像這張圖 呃就是 它User Space的程式就是 QAMU這個程式 然後它基本上 它就是透過呼叫KVM 去幫它開一個 KVM GAS 但是 呃 所以我們 大部分 呃 比較常用的就是QAMU這個程式 然後 除此之外 除了提供 呃 User Space除了提供我們使用的介面 可以 例如我們輸入QAMU的命令 我們就可以把虛擬機器打開以外 它也提供了 呃 周邊裝置的虛擬化 例如說 像我們的Disk 呃硬碟 或是光碟機 或者是一些顯示的介面 或是網路的介面 這些都是由QAMU 呃去做 模擬的 那 那 我們 大部分都使用QAMU 但是我們今天我們 要介紹的就是 呃 KVM HOST 這個專案 就是做一個 很精簡的這個 hypervisor的時候 然後也提供一個 很精簡的一些 硬體的模擬 那 KVM到底是怎麼樣子 跟User Space做互動的呢 基本上 就是當你把 KVM的 kernel module 載入到核心裡面 就是你的系統 支援KVM的時候 呃 就會有出現的這個 Def KVM這個裝置的檔案 那基本上 互動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呃 其實不是很簡單 其實它還蠻複雜 但它就基本上 就是用這些system code 就是open 把這個裝置打開 然後 用 IoVT Iocto 或是 我們有時候也會唸 IoControl 就是 呃 用 Iocto這個 系統呼叫 然後 去 把open起來的 那個file 就是去 呃 傳入open出來的 那個file descriptor 還有你要做的 Iocto的 呃 就Iocto系統呼叫 裡面還有一個 就是你要做的事 然後還有要傳入的參數 就把它傳進去之後 就可以 就可以 跟linux 呃 核心裡面的kvm的那個系統 做 做 就可以呼叫到linux裡面的kvm的系統 當然最後用完之後 我們要用close 把file descriptor關掉 這樣 好 所以呢 當我們open這個fkvm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我們最先拿到就是kvm這個subsidum file descriptor 那 那 那 基本上我們就透過Iocto的系統口去 去操作它 操作完之後 就是我們建立VM啊 或者是建立 VCPU 或是建立 呃 重斷控制器 我們就可以分別得到這些file descriptor 然後我們就可以 也是透過Iocto的系統呼叫去操作這些file descriptor 那 這邊就稍微 呃 簡單的看一下 到底它有哪些 到底是怎麼操作 例如說我們就用open去打開它 然後 用kvm createVM這個Iocto 我們就可以 取得了VMFD 然後就也把VM建立起來了 那 用kvm createVCPU就建立了Virtual CPU 然後也取得了VCPUFD 那如果要建立中段控制器 我們可能會用kvm createDevice 特別在arm64裡面我們會用這樣做 但是在x86又是用另外一個Iocto 那 那 那最後 我們把一些裝置都建立起來之後 我們會用kvm run 然後就可以開始執行我們的VM 那kvm run執行的過程中 可能gift會有一些 呃 操作 可能會存取 收邊裝置 一些存取一些硬體 或是做一些操作的時候 需要 userspace的程式協助的時候 就會觸發VM exit 然後這個Iocto就會return 然後 uspace處理完之後 再呼叫他 就會繼續再執行這個VM 對 好 好 剛才很很快速的介紹完 虛擬機器室網還有kvm之後 那接下來就進入到 呃 今天比較重點的部分就是 kvm host kvm host就是 就是 算是 算是我在 呃 我是台大學生 但其實我 我有去旁聽Jesop的課 然後 算是做了一個期末的專題 然後主要是貢獻 這個不是我 這個程式 這個kvm host不是我做的 但是我是貢獻他 就是 呃 serial device的模擬 然後是他github的網址 然後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然後也可以按 星星這樣子 那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專案 就是我們有qm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再實作一個呢 其實qm 其實他 呃 他的程式碼非常的多 然後 他模擬的裝置也很多 然後很複雜 那 而且 所以 所以其實 呃 如果你直接閱讀他 去料理怎麼kvm怎麼實作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然後 Linux核心裡面 其實文件其實是很不齊全的 就是 呃跟kvm相關的文件 很少 他是有 但是他 他 他只會提供給你說 欸這個系統物料怎麼用 那個 那個 這個iAuto怎麼用 那個iAuto怎麼用 然後 但是他不會告訴你說你要怎麼樣子從 零開始建立出一個VM 然後去執行 然後 所以我 我覺得 所以就是透過這個kvm host 這樣子精簡的實作 我們可以 做一個示範說 欸 這個kvm 呃要怎麼去 使用它 然後 另外一面實作的過程中 也是一種學習 就是 呃 實作工容你必須要對作業系統 所以虛擬機器運作有一定的了解 然後也必須要了解 Linux Kernel的 Boot Protocol 就是Linux 呃 就是一般 如果是一般的系統 就是Boot Loader 他要怎麼樣子去把Linux核心載入 然後怎麼樣子去跳到Linux核心去執行 然後就要去瞭解這個過程 然後還有Linux整個開機的流程 這個部分 那我的貢獻 就是主要就是這兩個部分 那 第一個部分 移植到ARM64的平台 為什麼要做這個貢獻 就是因為原本的KV 就只支援X8664的平台 但是現在ARM的設備又來越多 所以 呃 實作一個ARM64的 就把它移植到ARM64的平台 呃 算是可以讓這個專案 那就是在有一些人可能他的電腦 是 例如說現在新的Mac 如果你在新的 ARM 就是ARM1的Mac 現在如果裝Linux 然後 你可能就 沒辦法 呃 用KVN host 因為它是只有X8664 那如果 讓它移植到ARM64的平台之後 你就可以使用它 那另外一個 我的功課就改善ZeroConsole 它原本的ZeroConsole 其實實作是有一點瑕疵的 就是 在某些電腦上 就是鍵盤輸入會 就是 你 你輸入一些東西它會沒反應 然後會卡住 然後 我就是改 去改善它 另外 也改善它就是說 原本 可能我的 我的GAST 我可能開新一個程式 我要去中指它 我可能會用Ctrl-C 然後 去中指那個GAST裡面的一個程式 可是 原本是 我按Ctrl-C之後 KVN host就中指了 那 可是這 這並不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希望是 中指GAST裡面的那個程式 所以我也是處理了這個部分 的問題 那這裡也有一個 HackMD的筆記 就是我的開發紀錄 那 一直到AM64的平台 我大概做了這些事 就是 第一個部分 是要把X86的一些程式 專屬的程式 給獨立出來 就是 因為原本 原本KVN host就是 針對X86 弱勢的架構所寫的 所以 很多程式碼 就是X86專屬的程式 跟 一些通用KVN的程式碼 他們是混雜在一起的 然後所以我就把這些程式碼 獨立出來 另外的就是 10座AM64的 專屬的一些程式的邏輯 包括 就是很多東西跟X86不一樣 包括 Interrupt Control 還有 Memory的一些對應 還有 Interrupt對應 還有 PCI-Buds的一些處理的方式 還有 Linux Kernel Boot Prolog 也跟X86不一樣 還有 Device Tree的部分 是X86沒有的部分 那 因為Linux核心的文件 其實相當的少 所以 我除了 參考Linux核心文件的話 我也參考另外一個 也是一個很精簡的 KVN的實作 叫做KVN Tool 那 因為要 因為AM64裡面的 Linux要 要啟動它 必須要有Device Tree 所以我也參考了 Device Tree的一些 規格的文件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 像Linux程式碼 或QAM的程式碼之類的 那 我這裡有把它列出來 就是我參考的部分 就是這些 那 Memory Mapping的部分 我主要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在ARM裡面 就是 每一個 裝置 每一個ARM的裝置 他們其實 就是 通常ARM 是用MMIO的方式 去存取那些 周邊裝置的 那 周邊裝置 他們會對應到一個 記憶體位置 那 我一剛開始 所以我開始 10座 這個 移植到ARM64的工作的時候 我會先 我就先定義說 這些周邊裝置到底要 對應到哪個記憶體位置 還有我的 真實的RAM 要從哪個記憶體位置開始 然後 我就 所以Memory Mapping的部分就是 我就是 透過C元的 Macro C元的聚集 然後就 就把它 就是 哪個位置是什麼裝置 哪個位置是做什麼事情的 我就把它定義出來 在這裡 那 就是 程式馬就是秀出 Memory Mapping的 定義 那 interrupt controller就是跟 X86很不一樣 X86是用 APIC 但是在 UN裡面是用 GIC V3 或是 GIC V2 這樣子的 interrupt controller 然後它對應的 KVM的IACTO的 一些相關的操作也都不一樣 所以 這部分也是 嗯 就是 要去實作的部分 然後 主要就是用 KVM Create Device 和 KVM Set Device ATR 這兩個IACTO 去 去建立 interrupt controller 還有去設定 這個 interrupt controller 那 Device 3 是我覺得 呃 實作的過程中 算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因為 我以前沒有接觸過它 所以 我其實是 也是看了 很多 呃 一些相關文件 那 Device 3 呃 在 呃 在 按 64的Linux裡面的作用就是說 告訴Linux Kernel 哪個Device 對應到哪個Memory的位置 還有你的硬體有幾個CPU啊 你的Memory 你的RAM 是從哪裡開始 然後哪裡就是你可以 就是 Linux可以自由使用那些RAM 然後還有傳遞 Linux核心的啟動參數 還有一個就是 你很開心的話會有一個 Inic RD 的這樣子的 一個image 它的位 它現在在記憶體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就是Device 3 它主要的目的 然後是 AM64 還有的東西 在X86就是很多位置都是 固定的 就是 那些位置就是 呃 所以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 不需要用Device 3 去告訴Linux Kernel那些位置 但是 在AM64就是 每一台裝置 呃的位置可能都會不一樣 所以就是要 用Device 3去告訴它 那基本上我是用 Lib Ftt 這個 韓式庫去產生Device 3 然後它基本上是在 Device 3 Compiler這個 套件裡面 然後我是用 Git 呃 Ti產生Device 3 然後這邊的程式碼就是 呃 產生Device 3的一個程式碼的片段 這樣秀給大家看 那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Linux Boot Protocol 其實是 跟X86 呃 不太一樣的 就是 呃 我可能要加速一點 因為我發現時間有點不太夠 那 基本上就是不太要 那Linux Boot Protocol 在AM64裡面 它就會定義了 呃 然後它的 呃 Linux Image的一些格式 還有它要怎麼擺放啊 還有 你開機的時候要傳 傳一下要放什麼啊 還有Linux kernel 的進入的點是什麼啊 還有 那基本上就是按照 Linux Boot Protocol 這樣的實作 然後 就可以把這個Linux 給開起來 嗯 那PciBus 不一樣的是 呃 在AM64裡面是用 MMIO去存取 PCI的Configuration 那在 X86裡面 呃 在比較傳統 X86是用 IO Port的方式 所以這部分也有 呃 做一些 調整 然後 同樣的也在Device3裡面有定義 一些PCI相關的部分 的 呃 Device3的Node的部分 這樣 那 移植到AM64 其實遇到了一些困難 就是剛才其實我 我都有 稍微描述過了 就是文件不太清楚的部分 那 這部分我就是參考QM 和KVM Tool的實作 還有 呼叫KVM API的時候 會出現一些錯誤 碼 或是錯 或是錯誤 這時候我會找出那個 錯誤碼是什麼 然後去對照 KVM的文件 或是Linux核心的程式碼 去找出 欸 這個錯誤代表什麼意思 那 我覺得最難的部分 就是說 好 都實作啊 也沒有錯誤 但是呼叫KVM ROM就是沒反應 可能我就開不起來 我覺得 我覺得 而且GDP又很難 對Gaft去做Debug 然後 所以我後來就是去對照 KVM Tool 然後對照 Linux Boot Pro 看看到底哪裡錯了 然後 找到那些錯誤去修正 然後 最後才 成功讓這個 Linux 可以成功開起來 怎樣 那CVL Devices 嗯 那時間不太夠 基本上就是改善 呃 我就不太多了 就是 呃 架構上就是有一些修改 就是讓輸入的部分 是可以正常輸入的 然後 另外 也改善了 Ctrl C 就是KVM Host的中指的部分 就基本上就是 讓Ctrl C 不會 傳送 sig RNT 這個signal 然後呢 就是仿照QMu 按 按Ctrl A 然後按X的時候 再中指 KVM Host 那 那 我現在來操作一下 就是 KVM Host 呃 對 就是來 釋放一下操作 KVM Host 那 基本上 呃 就是 KVM Host 好 我應該連進來 這台機器是 AM64的架構 然後 然後 我已經把 Kernel 和 Init RAMFS的 Image都準備好了 那 KVM Host 我也把它 程式碼抓下來 那所以 我就編譯它 之後 然後 然後 指定好 Kernel的 Image的位置 和 Init RAMFS的位置 之後 然後 基本上它就 就開起來了 然後 這個就是一個 很精顯的虛擬 然後它就 裡面就執行一個 GAS的OF 就是 GAS的NINUS這樣 然後 然後 呃 基本上它就是 跑 6.1.34的 Kernel 好 這個大概就是 我就示範了一下 KVM Host的 運作起來的情形 好 然後把它終止掉 那 那 那 基本上 我講一下結論 我覺得 呃 基本上 對我來講做這個專案 我學習到的其實就是 呃 一些 system programming的部分 就是怎麼樣子使用 KVM API 然後 怎麼樣子去 還有 Linux Boot 呃 在AMM60上 Linux是怎麼被開起來的 然後 此外我也是學習到 整個 實作的過程中 也讓我有一個經驗就是說 遇到這些文件 不太夠的時候 我怎麼樣子去 還是去做出 我想要的功能 例如說我可以參考一些 其他的專案 例如說 KVM Tool 還有 例如說 Linux Source Code 還有一些 然後也會去閱讀 學習 閱讀 像是Device Tree的 規格書啊 或者是一些 呃 其他的文件 然後 想辦法把各種 東西 各種 比較 呃 碎片化的一些知識 還有拼湊出來 然後 來實作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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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移植 ARM64架構 能夠在ARM64架構上面 呃 的一個精簡的虛擬機器的 對樣的實作 嗯 好 那這個是 一些相關的連結 就是 有 Github的專案在這裡 然後 我的開發紀錄也在這裡 那 Joseph老師 他其實有寫一個 KVM的一些介紹 然後我把那個連結放在這裡 然後裡面也非有針對 KVM Host裡面的程式碼做一些介紹 那我的email就是說 如果 大家對這個 有 有問題 可以寫在那個啦 共筆裡面 然後如果 如果有一些事情他想要問的 也是可以寄email給我 這樣 那 那 現在 現在剩下五分鐘就是 可以留給大家 問問 大家有什麼問題 你好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因為你移植到ARM嘛 所以 你也需要去KARM針對 Virtual Machine的 硬體資源的那些 規格 Spec 也要去看嗎 喔 這個部分 謝謝 這個部分其實 比較還好的是 呃 因為KVM都幫我們包裝好了 所以 我們不用寫到很 low level的 就是去 還要去 怎麼樣 從1L1轉到1L 1L2 然後 再從1L2轉到 呃 GasOS 的1L1的部分 這部分就是 KVM都幫我們包裝好了 所以基本上 就呼叫KVM的API 就 就可以 就可以做到了 好 呃 就是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就是 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在 呃 可以 以前 呃 Linux screener裡頭的文件 然後去 對應你遇到的問題 然後發現到說 就是好像資訊太少的情況 或者是 甚至可能 可能也會發現 有錯誤的情況 那 我的 想法是說 有沒有可能把你 就是 整理出來的結果 然後回饋到 Linux kernel 的那個 呃 簡單一講 又Patch他們的Document 因為 在Linux的 這個 就是 開發者很多 可是都很懶去寫文件 很懶去寫文件 然後如果說要使用者 然後去抱怨 然後甚至去提供Patch的話 他們很高興 因為他們需要這樣子的人 就是 有人去做類似的事情 好 然後 我覺得 這個部分 Covient的文件 我的確是有遇到一個 就是 他出現一個錯誤 錯誤 然後是他的文件 沒有寫到的 然後我的確是去看 呃 Kernel的Source Code 才發現 問題出在哪 那 這部分的話 我講一下喔 對 這部分的確是 也許就是可以去 嘗試去貢獻看看 就是 把 就是會補上那個 他掃的部分 那這我覺得 Kernel文件目前缺少的 可能就是真的就是 怎麼樣子從 就是 一個示範怎麼樣子去 啟動 一個 怎麼去啟動一個 因為他就是有一個一個 API的 呼叫的說明 這樣 這是 目前的部分 那 如果這部分我不太確認 我有沒有辦法 貢獻 因為我覺得這個 寫下來可能會 有點複雜 對 我 我再想想看好了 喂 喔其實 其實 欸 有開動 其實跟剛剛問題很接近喔 就是你剛剛說到 你覺得你最後都 都 移植完畢的時候 然後你跑那個 Cabin Run 結果跑不起來 所以我好奇就是說 你在那邊 印象比較深刻的 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 或者是 你覺得最tricky的 問題 具體上有遇到什麼 沒有沒關係啊 就好奇問一下 對 我基本上有遇到幾個問題是 一個是 Device Tree可能 少放了什麼 什麼一些 東西 就少放了一些東西進去 它就開不起來 然後 另外一個是 CPU的暫存器沒有設好 可能 呃 忘記 例如說忘記把 CPU暫存器 它其實有一個暫存器 要設到 就指向Device Tree的位置 可能忘記設了 類似這種 然後 還有什麼 等一下 還有就是 跳 跳到Kernel的位置 跳錯 就是Program Counter 暫存器設錯了 然後這部分 就是基本上 這個設錯的時候 你之前之後就會發現 欸 什麼東西都沒有 然後也沒有錯誤訊息 然後也不知道 就發現 欸 成了 就是KPNRunk 執行完之後 它就不會return了 就是卡在那邊 然後就 就這樣子 然後後來 我真的就是 很仔細的去檢查 看哪裡錯 才 才找到一些錯誤 那樣子 那 過程中 那也是要我去對照KPNTool 一些其他的使用 看看是不是有哪些漏掉的部分 呃 你好 呃 那個我想問一下 問一個有點坑的問題 就是 呃 剛剛有提到說 GDB對那個Gust Debug 這個東西嘛 嗯 那這個東西就是 理論上來說 我GDB去attach到那個 Kernel的時候 然後 我Kernel 裡面好像有個 什麼System Request Trigger 這個東西 然後它裡面有個傳出 是我可以再發一個 Signal 回到那個 呃 GDB上面 降到我GDB 就可以重新接管回這個東西 那想問一下有沒有使用這個東西的經驗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用起來 呃 不知道 有點奇怪 對 好 我的確沒有使用這個經驗 因為像GDB Debug 你就會發現 欸 它就停在KVN Run 然後 你就不知道 就它 因為Space的時候就停在KVN Run 可是你不知道 呃 KVN就是 它在執行GAS的時候 它是停在 哪個位置 對 我目前 一來問一下 但是我沒有用過 你剛才說的那個 那個部分 好 謝謝 你好 謝謝你的分享 跟Contribution 我想問一下就是 KVN HOS的一個方 這一個Project 那如果 後面的人想要進去看 或是 想要去做Contribution 你覺得有哪一些方向可以去 再去做 那個Contribution 這樣 謝謝 好 一個是我覺得 它第一 它一個部分就是 它現在 它現在實作的Device 只有 rootIO block 就是 呃 Disk的部分 然後可是 它還不支援網路 就是rootIO net 然後 所以 我是覺得可以實作 呃 網路 就是 NetworkDevice的部分 然後 就讓KVN HOST裡面的那個 GAS OS可以 跟外界透過網路通訊 這是我覺得可以做的一點 然後 另外一點是 也許可以嘗試看 移植到 像Risk5的平台 因為現在 Risk5好像看起來 也 呃 越來越熱門 這樣子 對 這我是覺得 也是可以做的另外一個點 對 這 我是覺得 也是可以做的另外一個點 就是要 4個byte align 或者是 8個byte align 或者是 之類的 然後 還有 它的 Map的大小 就是要夠 就是要所有的IO 就是一個IO device 比如說它可能 它可能 一個IO device 它就是 它可能需要多大的 範圍 可能每一個 每一個位置 它就存取不同的register 就是大小要夠以外 就除了這兩個以外 我覺得 目前 似乎 它Map的位置沒有 其他的限制 我自己也可能 就是我想Map到哪裡 就 Map到哪裡 喂你好 感謝你的分享 那我想請問一下 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 你有剛剛有講到的是 Linux裡面 它非常多的文件 其實都是只有 介紹API 大概怎麼用 那有所缺陷 那我很好奇 那你想說 我剛剛有稍微 看一下你的開發筆記 就是我看到有 就是比較迂迴這樣走 就是可能有遇到 哪些狀況 然後都被解決 嗯 我想請教你的是 如果再給你重新再來 如果說 再重新做一次 這一個專案一次 有沒有什麼樣的路徑 你會 例如說看到哪一個地方 看到真的不行了 再去看source code 或是說 會先去參考哪些文件 再去看source code的 向著流程 對 謝謝 呃 讓我再做一次喔 你是指說如果 你是指說如果 我呼叫這個API 還要 還要如果是 出現錯誤訊息啊 我要該怎麼去找 還是 我從頭到尾 我還要什麼步驟去開發 對 有點像是說 今天我想要重複你做的步驟 嗯 那我 我如果說就是 如果說你給我建議的話 你會覺得我要怎麼樣去做 就是重複你做的這些 你要開發一個KPMhost 那如果我要直接重做一個KPMhost 那 當然 可以簡單的就是 直接看你的開發紀錄這樣做 那我很好奇說 如果你再給自己一次summary一次 你覺得有沒有哪些路徑是 會給我們建議要先去讀完哪一個 再回來 看這個程式 怎麼樣的這個步驟 對 好 我覺得可以先 稍微看一下 Linux核心 它KPM的DOT3 API 有哪些 然後怎麼呼叫 可是因為我們 只看它 它API的說明 就單格我們還不知道怎麼去用它 我們就可以 就我看完Linux核心的文件之後 大概知道它有哪些API之後 我會先去看KPM2的這個另外一個 精簡的實作 它KPM 我可能會記錄說 它 它的 它呼叫這些API的順序是什麼 然後它呼叫這些API 它的作用是什麼 然後去記 先做個筆記 然後再嘗試把 它的呼叫的這些過程 它的呼叫的這些順序 把它實作到 KPMhost的裡面 然後實作的過程中 可能因為有一些 差錯 可能有一些沒有注意到的 或是說有一些 可能自己實際上 不知道怎麼用 然後所以就用錯的 然後呢 這部分 就會再回去看一下Linux的文件 看自己哪裡用錯了 然後 就是因為它單獨API 可能自己呼叫的方式錯了 然後再去修正 然後修正完之後 如果還有一些錯誤 找不出原因 但是它有提供錯誤碼 就是 error number的部分 再去追蹤一下 應該說再去看一下 Linux的文件 看它錯誤碼是什麼 然後還有 Linux的 source code 相關的 這個錯誤碼可能會 從哪裡出現的部分 然後去 去推測說 目前 到底 為什麼這個 system code呼叫會失敗 然後 然後再去修正程式 就目前我的想法 我的步驟可能會是像這樣子 就是 看Linux核心的文件 然後 去看別人怎麼做的 然後 把它呼叫的方式 照他的方式做一次看看 然後 再去修正錯誤 這樣子 嗯 所以就是 你會看完 第一個就是先看 APM的文件 文件 所以你大概 但是它可能裡面的加工 沒有那麼詳細 所以你會先去越來 按API一次 然後 再去看一個精簡的製作 然後再看它這個 一下子的文件 所以之後 你再會去 去做到一個 APM host的裡面 然後如果裡面 遇到一個 我再回去看 這個APM的 然後再回去看 相關的 Hero code 像醜物這樣子 然後我不行的話 你再看APM 然後 會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 沒有比較完整 介紹的APM 對 就是 就是 必須要看別人的時間 才知道要怎麼用 就是沒辦法 只看一個文件 就把整個 KV host這樣實作出來 就是因為 目前Linux 比較沒有完整的 這樣的部分 對 大家還有別的問題嗎 就是剛剛有講到 Device Tree的部分 那 因為我剛剛看一下 就是那個demo 它 你的demo裡頭 就是有列到說 CranialImage是哪個檔案 然後 InitialRunVFS 是哪個檔案 可是 沒有去指說 Device Tree Blub 是哪一個檔案 喔 Device Tree Blub 喔 Device Tree Blub 它是 我的程式 就是 KV host 呼叫 LIP FBT 的API 直接去產生的 所以它不是真的 存在 硬碟的一個檔案 它是 執行的時候就會去產生 那個Device Tree Blub 然後 然後它會根據你的傳 傳入的 例如說我的 Init Ram FF 我可能傳入 Init Ram FF 它的大小不一樣 它Device Tree也會跟著去 呃 例如說 設定正確的大小 或者是說 例如說我 我傳入的 例如說 我有掛載一個 磁碟 之類的 那我可能Device Tree 也要加入 相應的東西 就是都是RUNTIME的時候 動態產生的這樣 對 就是RUNTIME 動態產生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對 那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還有問題嗎 有的話可能只能最後一個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再次感謝 掌聲感謝 謝謝